画面中是中正区公所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共表扬27位模范母亲 在子女们献花祝福的陪伴下 模范母亲们开心上台受奖 市长谢国良、议长佟子伟跟多位市议员 陈明健、许瑞慈、蓝敏黄、张浩瀚 都来到现场与模范母亲们合照 其中原住民代表潘秀琴女士 跟中正里103岁的蔡卵女士 也被评选为基隆市的模范母亲代表 感觉很难一千感谢 今天陪妈妈来庆祝母亲节 非常的高兴 然后由市长、由议长来颁发奖状 谢谢 你说你怎么保佑身体 没有啦 普通啊 我们老的人 这样有人吃得好 我们港通里的模范母亲 这是我们的领长 她非常对里内的各项书都非常的称职 在家都非常照顾一个家庭 就是先生女儿都就是 先生好女儿乖就好了 那她本身来讲的话公务人员退休 然后先生又是一个将军的身份 但她没有那个架势 她很乐意帮助任何人 如果有人有什么纠葛的时候 她很容易就让它散开掉 而且她是一个高级摄影手 我很开心在丁理长的 当丁理长的里民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新风里 因为丁理长照顾我们 五位不自得 很开心 很开心 谢谢 然后我们也希望 就是这些妈妈们都也都健康平安 然后呢非常也开心 她们这次能够获选为 中正居级前世的模范母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妈妈培养出来的 才有机会在社会上 来在各行各业里面做努力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妈妈手中的 手心里面的宝贝 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 怀着感恩的心情 深深的向各位致谢 因为有各位妇女朋友们的辛劳 才有今日的基隆繁荣跟改变 中正居公所也特别邀请 荣获超级红人榜 第二届里长类台赛冠军的 仁爱区文昌理里长王明清 到场献唱 祝福每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 让每位模范母亲 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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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ême